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二章的24到26节 题目是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 传道书二章24节 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 教他伤所收的聚的 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智慧的王指出智慧不能解决人生终极的问题 如果如此智慧也未强于狂妄和愚昧 接着智者又指出劳碌更是虚空 不但努力的劳苦不能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 终生劳苦和积攒最终却将这些劳碌的果实 留给后人享受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劳苦 却只是不劳而获的得到这些资财 那么对他们来讲不但是虚空 而且还可能是大祸 那么人还能做些什么好呢 智慧有智慧的限制 努力劳碌又被智慧王讲作是虚空 那么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不再努力只是躺平吗 或者是干脆自暴自弃 或者是作恶欺负他人可以吗 慢着 智慧的王并没有这么说 不要把他没有说的话塞在王的口中 王说人莫强如吃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这就是说人可以适度的劳碌 为自己赚得吃喝快乐 这是神所允许所乐见的 怎么这里又说人可以劳碌呢 劳碌不是虚空吗 其实王并没有这样说 他所说的是 如果劳碌积攒了太多 自己不能享受那劳碌的果实 我要把许多的果实留给别人去享受 别人甚至是包括你自己的后代 那么这个就是虚空 并且还可能会成为人的祸害 王说人可以吃喝享乐 并说这就是出于神的手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在上帝造人的时候 先被造的是亚当 那时神就对亚当说 这园中树上所结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所结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吃的那日你必死 虽然说有一棵树上所结的果子 是人不可以吃的 但是神的确允许了 其他树上的果子都是可以吃的 带到人犯了罪 神就为人杀了羊 取了羊皮给人遮掩身体 而亚当的儿子亚伯也是牧羊的 神既然将万物都赐给人 又怎么会舍不得人去吃喝呢 就这样子 我们在吃喝神所赐的万物时 也会产生愉悦感 我们就去吃喝快乐 神并没有加给我们什么限制 那我们可以去湖吃海喝咯 神确实没有给我们限制 但是我们的肚皮及身体 却早就给我们限制了 当初神说园中一切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的时候 其实造人的神也早就知道 人即使再怎么吃喝 也是有限制的 吃饱了会撑 喝酒多了会醉 我们的吃喝也需要 我们用智慧来管理 并且智者并不反对我们用劳碌 去改善我们的吃喝 他并没有说我们的吃喝也是虚空 不 至少吃喝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续生命的 如果劳碌了也吃喝了 那我们暂时停止劳碌来想想福 那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如果人不知道休息过分的劳碌 那才是不合神心意的 为此他还特地的为我们设立安息日 叫我们六日工作 第七日可以休息 神将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所喜悦的人 好让人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但是神又允许罪人陷在网罗之中 许多人终日的劳碌度日 甚至损害他自己的身体 神也不称赞他是强过他人的 是劳动的模范 别人需要安息日你却不需要 不 神反而不喜悦这样的人 他们终日辛苦 可能还是神所给的处罚 这里还说 神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劳苦了 却不能享受到这劳碌的果实 那实在是又虚空又有苦楚 神还使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了益处 当然爱神的 神也必定爱他 这就是有神的手在其中工作的原因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